虽然为什么说 先前除了东风41型之外 现在根据报道 又试射了巨浪二型 也是洲际导弹 到底为什么在岁末年中 是特别盲视 他们技术上有很大的突破 怎么好像射不完 的确还真的是射不完 真的是射不完 而且你看射了一次 又射了第二次 对你看它是先射了这个 你看它先打了东风41D 东风41D我们讲过 这是中国大陆目前 最神秘的机动的 这个洲际弹头飞弹 它这么大一颗飞弹里面 可以装十个分岛弹头 就让你拦都拦不到 你特别提过 飞越北极的时候 美国再炸开来 那个散开来 让美国搞不好 在阿拉斯加想拦都拦不到它 结果你看每隔一个多礼拜 你看大概九天 在渤海又射了一个 而且这次是从094 射巨浪二 你看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巨浪右比巨浪高 你看它前面巨浪一 射程不远 大概一千多公里 两千多公里 然后但是你看 它现在这个巨浪二 射程号称 大概至少有八千到一万二 这就很可怕了 所以那真的是美国任何地方 都打得到的意思吗 而且是巨浪二 它还是因为跟 核弹率弹道飞弹前舰 所搭配的 它这个弹道飞弹前舰搭配 它是一种晋级叫094 它现在这个094这个前舰 它目前弦性 应该是有三艘 然后这三艘 未来在2020年之前 它中国大陆还可能 再造两艘 也就大概会造了五艘 甚至于现在 它这个型号是094 大家还在推断 它后面是不是 还会有更新的096 对了这个弹道飞弹前舰 所以最近美国媒体又讲 说他们估算 以中国大陆现在这种 水面舰下水角 对不对 然后潜水舰 然后也在下这个面条的 这种速度来看 到了2030年 中国大陆的前舰 弹道飞弹前舰 加这个柴电前舰 加攻击前舰 加起来喊不郎当 可能会有三百 接近到三百五十艘 需要这么多吗 如果说它今天 有这么多的前景的话 那不得了 整个西太平洋 它真的是 你已经这个在水上密道 你可以在上面 这个踏着前舰 真的这么夸张 不过中国大陆自己也说了 请你们这些美国媒体 用用脑筋好不好 三百五十艘前舰 养下去要花多少钱 这就是大家不懂的 那你又一直在盖 然后还一直射飞弹 不过因为它现在 做这个东西 最主要它还是要对美国 形成一个战略 核威者的力量 因为今天美国跟俄罗斯 是那个世界上 那个核威者能力来说 世界第一跟第二强的 那中国大陆 它现在是五个 常任理事过里面 它的那个战略 核弹道前舰来说 它的发展可以说是 虽然说它发展没有那么慢 但是它的技术上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从巨浪一进化到巨浪二 那巨浪二其实它的这个 飞弹大概也只有 大概六个弹头 而且虽然说可以射到一万二 但是今年这两年 才就是才试射成功 所以也就是它整个步伐 跟西方国家相比 是慢很多的 但是你知道 为了要营造一种 中国威胁论嘛 你只要你现在开始做了 那你现在做的时候 你的意图不明 然后你这个威力不明 就够吓人了 就够吓人了